我心里想找一个 就是说的 像大哥似的 能引领我 我这点差点 就把门好像 我自己干净 好像差点进去 不像人家那个米的 切砸砸的 我好像幼了幼了 长相子我还真不打挑 就是说得瞅着瞬眼就行 就是一瞅挺烦人的 你的长大 你说别人也烦了 还得有演员 对 有演员 完了包容心 责任心强的 有包容心 有责任心 除此之外 李怡还提出了一点 就是最好找一个 以后能跟她共同生活 在吉林市的 我要离我姑娘进去 不想离开姑娘 对 吉林市我坐车 我打车10块钱我拿了 我姑娘有事 我打车10块钱回来 有责任心能包容 还能来吉林 跟李怡一起生活 我们的红娘 立刻就想到了 家住没合口的张培文 还是比较符合李怡要求的 所以红娘决定 给他俩牵牵红相 是张叔吗 张叔 大了眼睛 你好你好 张培文 63岁 李懿 内蒙古 二山林业局退休 退休金 3500元 有双保 在这儿住几年了 我在住一年才 这块才住一年呢 在这儿住一年 在维港城 那儿又住一年 张叔告诉我们 自己现在在梅河口 是租房子住 因为女儿生活在梅河口 所以退休后啊 便从老家内蒙古 搬到了这里 我看看 叔你给这小屋 手上挺立着的 你说啥 你住在屋吗 是吗 对 我就在这屋住了 年轻时的张叔 原本在内蒙古二山林业局 负责基屋段的工作 但依次事故 让他做出了 转行的决定 那小股车出事儿经常的 哦 那是挺严重的那一次 那挺严重的 那天那回那回好像没 没事了 是吗 那么危险 那可不 出来调到冲物厂 在冲物厂 弄厂上给它扒了一阵 两个月木头 然后又去 又上那个 冲物厂的锅炉 发烧锅炉去了 从这个开始 这始终就烧锅炉 捡回一条命的张叔辞后 便烧了半辈子的锅炉 因为薪水微薄 所以省之俭用 成了它的座右铭 除了葱就没冰框 你这冰箱里 是我见过的最空旷的冰箱了 叔 除了葱就是姜 别的其他啥也没放了 啥也没放 你这是多余一点菜都不买啊 不买 就怕吃坏了吗 对 就怕吃坏了 因为怕坏 所以多余的菜一点都不买 张叔平时花一分钱 都要考虑考虑 吃上面结结 穿上面更是如此 买了几年的新衣服 一穿没穿过的 是攒了整整一箱啊 这这还有个没拆 还有没拆的 这白衬衫 这都是没穿的 这西衣 这个是没穿过的枯 都没穿过 一穿没穿过 辛苦的 这个都是没穿的 那些好衣服 你平时以前都是什么时候 穿过才会穿的 那个我始终还没 我那个就是准备相亲的时候 留着穿的 你那一箱的衣服 都是留着相亲穿的 不知是性格使然 还是习惯问题 张叔貌似喜欢 把好东西都留着 藏起来 衣服如此啊 自己的优点也是如此 叔的帽咱一会也行 这行吗 叔你别戴帽 我不戴帽了 不戴帽挺好 是不是啊 就是啊 不戴帽精神 不戴帽精神啊 这头确盒 你是染了吗 是我又牙一牙的 你染了 啥时候染的 财染的 财染的 昨天 这是为了 为了让我 迎接我们到来 欣赏的头发 别人都是尽量 把自己光鲜亮丽的一面 展示出来 阳长臂短 但到咱张叔这儿啊 却好像成了 阳短臂长了 张叔说 也许正是因为自己 这样老实芭蕉 不懂得表现的性格 才会不得前妻的喜欢 走上了离婚的道路 她说 喜欢对她够好 要我舍不得吃 我都给她吃 我等寿意站的时候 她老远 我回来休息不休息 直接往她家 打了鱼 就给她送去 那时的张叔 对妻子可以说是十分的宠爱 宁可自己紧拔着 也要让妻子吃好穿好 但让张叔没想到的是 两个人可以共苦 却没能同甘 结婚了之后 她翻身了 她就把我踹了 完了后 她就是想想方式 把她去找事 就找叉吵着吵架 就不想跟你过来 就不想跟你过来 她是因为我那个 挣得少 总说我 就踢不到这两个半钱 真是才开一百多钱 她能挣多少钱 她一天能挣一百 有什么二法 自己一个月挣的钱啊 也抵不过做生意的妻子 一天挣得多 巨大的经济落差呀 让张叔很自卑 所以在妻子提出离婚后 她毅然决然的同意了 我担心二十年了 二十年了 这二十年这期间 咱们没来找过呢 我没人介绍 我从哪找去啊 没有人给咱介绍吗 没有 那咱们没拖什么 我没有 我没拖过 为啥呀 我怕人家斗 耍气我 你咋会这么想呢 我就这么想啊 现在有不少 也有说介绍对象 我看他们都是在耍我 他给我介绍对象 他应该给我找女的 见见哪个是哪个是啊 他也不说 挂说介绍对象 我也没有 这时候是谁他也不说 那不就逗人家吗 那他都是咱干啥呀 你开心了 离婚后的张淑 因为性格的原因 再加上没人给介绍 所以一直迟迟 没能再次找到自己的幸福 孤身一人的日子 让张淑倍感寂寞 过年时候我真的怕窗户 我看人家蓬泡 那心里 老难受了 心里是心事 这样有个家多好 这样有个家 何必是怕窗户 就忘影 尝尽了孤独的滋味 如今退休的张淑 更加觉得自己该找个伴儿了 在看到我们的节目后啊 张淑觉得机会来了 中年老年 老年人有福气了 这份高门有福气了 终于能找着有这个 被介绍对象来了 还记得我们原来不晚的 这个周一 周一 对 这个点我到点好看呢 看得出来与之前不同 张淑对我们十分信任 既然如此 我们也不能辜负了这份信任 那么老实厚道的张淑 到底想找个啥样的老伴呢 这样找一个对方有帮费 你到他那过去 那淑 那你看这样的话 就是像一般男的会想说 我找个媳妇 往往上他呀过 就总感觉好像到人家 有点矮人一等 你心里有那么多感情 我还没想那么多 那我没办法 我现在没房子 我就住房子 我用感情 用热心 就生活暖塌的心 我就是对媳妇来好 我喜欢 我要有媳妇 我舍不得吃 舍不得喝 就给媳妇 媳妇花多少钱我都敢 我都不心疼 但是我自己要花钱 我都心疼 张淑说 自己从未觉得 到女方家生活 是什么丢脸的事 相反 因为没房 她觉得自己更应该 用爱和包容去弥补这件事 那么 就是对媳妇好的张淑 和需要人宠的李怡 到底能不能有缘牵手呢 媳妇 张淑介绍 这哪有一 哪有一米七 这是张黑 马上我张淑 这李怡叫我李怡 红娘把见面地点约在了北山 想着可以让李怡 带着张淑逛逛 这吉林最著名的景点 但让我们没想到的是 这一路李怡的关注点 那是全放在了张淑的个头上了 不是还会得一米七 不是我不要求高 你最起码得跟我一般高 不能比我 大哥你说我说对不 对 有没有一米七 哪有一米七 没有 我还会有点 多大米 嗯 你为啥 一米六八 一米六八 那这不都一米七了吗 这不就一米七 她哪有一米六八 嗯 她哪有一米六八 我一米六八 她哪有我高 没有一米六八 我一米六八 你看我一米六八 你没有我高 你怎么能有一米六八呢 我个不就一米六八吗 这李怡还真是心直口快 想啥说啥呀 直戳张熟的痛点 但说归说 李怡觉得不能只看这个 了解内涵才是最重要的 此时正好到了饭点了 于是我们的红娘决定 这北山啊 咱就先甭逛了 还是就近找个饭店坐下来 好好聊一聊吧 你念 你念完 要你完 刚才内蒙那个 那个杨幼画一下吧 内蒙 不用 大哥你不用那么费事 你就这么 咔来个对号 就这么 哎 在李怡面前啊 张熟瞬间像个小学生一样 本来对于点菜就没啥经验 被李怡这么一说呀 更让张熟固知所措了 这么挤 这手挤 那手拿筷子 完了 不往那挤 往这挤 不往那挤 生的这是 三连人妥 不是 但是我爸很少下午饭店 基本没了 饭店吃 我几回了 拿下午饭店 你总下饭店呢 我姑娘总要 我总领会下饭店 好 没有啥会点 我这是 没人领 自己也不去 一个人往那一坐 像傻子似的 张熟的话 透露着些许的心酸 可见之前张熟的生活 是多么的孤独 李怡虽然语气冲 说话直 但也还是会时不时的 给张熟夹夹菜 典型的 刀子嘴 豆腐心啊 熟细心 熟不舍得给自己花钱 但熟对媳妇好 舍得给媳妇花钱 舍得吗 舍得有啥用 她不也跟你离了吗 你再找媳妇还舍得花钱吗 我就是这种性格 改变不了 你看你这所问非所答应 你舍不得 舍不得花钱 你整到性格去了 就是跟媳妇 我就舍得给媳妇花钱 我就这种性格 人叔刚才的解释就是说 我就跟性格的人 这位子变不了了 就是对媳妇好 就是舍得给媳妇花钱的人 是不是这个意思是吧 对 你想找个啥样的对象 我想找一些智能职员 或者有朋友外面 还能有方中心的 你家都那个 你家务都会干啥呀 家务啊 嗯 他干啥家务啊 他最小的 他工程里都有问题 你看他 你说话他都领域不到你 刚才你爷问你想找啥样的 叔叔你问问你 你想找个啥样的 我知道了 他要找一个1米7以上的 他要找一个1米7以上的 你眼睛没了吗 咱俩个是差点 我好像是没你高 是不是 嗯 那咱俩比喻多少废号 不用 不用 不用比这个 我没穿高 你指定是比我高 我也没穿高 我也没穿高 我看 你看看 嗯 差这么大一块 差多大 这么大 他比我高这么大一块吧 对 2 2公分的 我看着是行 第一点他先 说出我的毛病了 我觉得可爱一点 他嫌我奶 我替书问你一句 你真的就是很在意他这个个的事吗 不是说就是说个 就比方说其他条件都行 就差这个 那咱也可以考虑 是不是 对 没有完人 对 其他方面也不行 哪方面不行 无完人也不行 不完人也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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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了问题是沟通有困难 问题是你没法沟通 你说话他都不明白你说的啥意思 所问非所答 你这整个搞得行 抛开个头先不谈 他觉得张淑跟他聊天时总是对不上贫 一个说东一个说西 压根啊 闹不到一块去 看那个就是 就原来不完 我天天看 长天时候还能拍照 给他打电话 那女的 那女的啊 女的你相当的 你可以跟他们打电话 可以给他打电话呀 可以跟他们打电话 找你们就能找他们了 对 我还只问问这这怎么能搭上桥呢 有的还真吵着真像路 你爸爸就是想找个啥事的 完了你说 然后一播 这上电视的 有的符合你这个研究来找你了 有的个来的 你不调个的 对不对 你还有女的一米五多的 对不对 对呀 嗯 我就是不调个 因为你就是一米五六 比我高也行 一米一米五 一米六 一米六啥的 一米六左右 就是老子本身就是好样的 但是 你跟他说话 你说东他回答西 你这玩意怎么着 刚才我跟他说的多明确 我口齿又不是不清楚 我说你需要找啥 人家电视机前有那个 不嫌我个来的 那你就说了 完了他整别的这个 不知张叔今天是紧张 还是故意为之 自己的优点也是啥都没说出来 我们的红娘是跟着干着急呀 既然来都来了 张叔能来激励生活这事啊 我们觉得最后还是得跟李仪说说 争取一下 就是咱俩岁都还行 我六十还六三 八三还行 他就是 就是个儿 是 他一个没颗口 人家姑娘像我样的 我回去问一下子吧 我老是能来激励呢 那你不是说得跟姑娘杀了吗 我就有点不乐意了 你不同意我也不同意了 张叔告诉我们 虽然他觉得李仪挺好的 但是李仪的态度 他也觉得十有八九 俩人没戏 所以饭桌上说问姑娘的意见 也是为了避免尴尬 回来的路上啊 李大姐跟我们的红娘说 自己直来直去 有啥说啥这都习惯了 要是张大哥说话唠嗑 也能是齐了咔嚓的 其实个儿头啥的 还真就不是他最看重的 但是张大哥呢 还真就有点被李大姐 这直来直去的性格给伤着了 所以说呀 俩儿在性格上 还是有些不合适 于是呢 我们又给李大姐介绍了一位 说话唠嗑 贼俩砍块的王大哥 王鼠 这儿呢 等半天了吧 王国柱67岁 丧偶省军区退休 退休金2400元 与外孙同住 住房面积75平 这还做饭呢 大鱼都要蹲上来 对 你先忙活着 你们俩这样就介绍一下了 介绍一下 这是王叔 你好 王叔王叔 这是李姨 你好 姑妈这李姨是一心 麻糊着做饭的事了 自打王叔进屋啊 俩人也没能好好地说上句话 好不容易等鱼盾上了 这才有功夫坐下来 跟王叔唠唠嗑 老伴走多少年了 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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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病走的 心衰 心衰加上那个胆腾炎 俩病合一起 你愿意生气 愿意生气就 胆子 那就是 你给气住了 连打带气反正就死了 你不是叫我气是吗 管气不行还得打 说开玩笑吧 心情啊 还行啊 还行 可以 也是一个光棍女儿 性格挺好的 我姑娘是08年走的 什么名字啊 老初学 何大姓 39 给我扔下两个外孙子 这大外孙女儿马上结婚了 还有二十多天 这个有三十号结婚了 啥都成炒饭完了 剩个小外孙子 有二十二的 我们俩在一起过来 好 你们跟小外孙子在一起过来 听到王叔跟外孙一起生活 李怡略嫌有点犹豫 继续了解一会儿之后 便问出了他关心的问题 你外孙子样子找不样 你说样不样 昨天还告诉我呢 我说明天跟电视台上吉林 去想老太太去 我外孙子说去吧 那个看看要好的话 行的话 咱就给他领家来 你帮你一把 你做法 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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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是干活 不愿意 不用 不用 谁 哎 我干完了 吃完了 你说我说我在这座子 那行 那行 看明天咱俩你做法 没错 哈哈哈哈 李怡略你还有你外孙子呢 我外孙子你上班 我几乎又看不着展望 那他爸呢 他妈 这时候一会儿我妈妈跟他小 他妈出嫁了 他爸出嫁应该带着他呀 嘿嘿嘿嘿 我还出嫁了你不得带着我姑娘 对不对 哈哈哈哈 给你老爷留是算这样的 老爷也没有法庭义务 他说爹妈都没了 那就老爷关自己了 知道吗 这就是我一哭都哭 哭在这儿了 那这家里的小外孙子四岁 他爸就给外面有小三了 就不回家了 他跟外孙子我受不了 要做二人 很显然李怡比较介意 王淑和外孙同住这件事 但凡事都是有商量的嘛 李怡觉得 继续再了解了解 再做决定 也给彼此一个机会 你喝酒不 不喝酒啊 那不喝酒就醋饭 我就跟你说 不喝酒不醋烟不打架 好人 三无敌小老子 你这些醋烟这件事 你建议吗 那都醋一辈子了 咱也不能说那个 不让你醋是不是 咱来得拿一个做 哈哈哈哈 来这是你 你别挑 我好说好笑 都拿醋了 没啥我不开的 行就行 不应拉倒 味儿味儿 不辣地 咱咱 卖上就好了 好好好 这得说就行了 俩人是边吃边闹 看起来啊 气氛在不断升温 我们的红娘决定 趁着这股热乎劲 单独跟王鼠聊聊 传达一下 李怡想过二人世界的想法 要是这点能解决了 俩人十有八九 没准能成 那不二人生的吗 那不能 我外孙子 我绝对不能离开 他也可不着了 你要是能让吉林 他还勉强被叔叔跟你猝猝 你吉林来不了 你离不开你外孙子 他也难道 因为外孙子毕竟二十二的几年 他今天来了谈恋爱 得结婚 他迟早要从这里搬出去的 他要是能容纳 那就可以 他要是不用纳 绝对不行 我这两我这两外孙子是底线 就为了自己找到太队 两位孙子都不要了 那我来丢不起来